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三星总医院院长蔡建松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前求 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 今年所得税申报 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 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 在家报税安心防疫 如期全网国税局报税 请避开申报人潮 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 一 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 降低现场等待时间 避免人潮聚集 二 请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量体温 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 保持社交距离 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 请在家休息 并采用网络报税 报税不忘防疫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重视人生 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 拥抱生命迎向未来 接下来请收看 紫杯新法语 如风如鸟一般 不执着于获得 如一头害羞的动物 居住在荒野 如实行止 你将住于安宁 无扰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 居住在山下 尚自没借着上 每个都多 也让老人 你对着我的 藏机上的 那麽的麦娃耶 若更難得笑那卻不笑 凡庸俗物如同一個沼澤 吐沫一頭尋找清涼地的大象 深情的親友如同玉族 把你居留在輪迴之中 今生的歡樂如同一根胡同 被一隻無雅的老狗吞咬 對於感官絕獸的愛恨糾纏 如同昆蟲落入的蜂蜜 被恐懼截獲的你 把他們全部拋棄 被恐懼截獲的你 大明天又會被刺激 颱纔裂 疑風 徑露 思维佛陀的话语 或许只是让我们 能以概念为基础 略为铁尽空险 我们或许不相信 自己眼中所见 但是两物的种子 已经过下去了 这能够逐渐松动 我们自以为是的坚实感 这是智慧的开端 是心能真正看清事物 真傲的开端 是心力的开端 是心能真正看清 然后我们自以为 是心能真正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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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菩萨的六婆罗蜜 我们能学会如何度到彼岸 同时也要尽力帮助那些 我们能帮助的人 我们能帮助的人 业障深重的人 一天到晚都在看别人的过失与缺点 真正修行的人 总不会去看别人的过失与缺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之所以痛苦 原因是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与其说是别人让你痛苦 不如说自己的修养不够 与其说自己的修养不够 佛陀教导我们 祝我们看见某件事物的害处 无论它表面看来有多好 都应知道它是有害的 但若看不见害处 就只会看见它的好处 若未看见害处 我们就无法脱离它 想要是苦 想要的东西即使得到后 仍然是苦 因为会害怕失去 我会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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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的不安 似乎是由于缺乏培养宁静和幸福 我们对于如何让生活缓慢下来 或如何中断我们的思想之流都没有概念 甚至不知道如何适当地呼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美的慈悲是对敌人感觉有爱 慈悲没有任何贪然 人类本质的真正基础是温柔和慈悲 人类本质疑者 李宗盛 正面来看 智能使得我们能够发展出无止境的利他思想 但是当人类的智能成为称恨等负面情绪的奴隶时 所造成的伤害是很可怕的 昔价 李宗盛 重阅 李宗盛 正面 李宗盛 假如我们知道问题产生的原因 假如我们知道 能用某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有信心 决断力 而乐意来处理这个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友情 因不知一切法乃为空信 而知无我为实有 因而产生了称等五毒 并累积各种罪业 而遭受地狱等六道轮回之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一些对生活有益的事 你会经验到比较多的生活 而非空虚的存在感 对生活感到无趣 是由于你生活在黑白空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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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由于你生活在黑白空隙之中 是由于你生活在黑白空隙之中 通知无人生活在黑白空让我们 使用自知无 everyone's arts 因此 若能自觉 就能认识 接纳 放松 若能自觉 就能看得深 获得世界 可真其不顾 你几层点 可锁都尽一只咋的锁 静坐之后 全身放松 可以看清楚 各项问题 如此一来 什么都可以解决 天早为了 马人不见 灯几难去 北马达拉斯旧 可真切不过那些藏地 各所托进一只咋的嗦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 顾名思义 燃灯就是点灯 点什么灯 菩提心灯 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 以大愿为助 以大智慧为光 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 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 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 素食的送到他们家 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燃灯功德会 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 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 去护持三宝 去利益更多的友情 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 阿弥陀佛 点一盏新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世界 护持照顾 5032-3858 5032-3858 护民 台湾燃灯功德会 无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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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